据环球网3月5日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格尔·科纳申科夫 5日向记者表示 俄罗斯武装力量摧毁了位于日托米尔市乌军部队所在地区的 美国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和英国下一代轻型反坦克武器仓库 3月5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 俄方开展地摧毁乌克兰军事设施的工作几乎已完成 当地时间3月5日 普京在莫斯科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 俄罗斯将把任何国家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的企图视为对俄开战 北约方面则表态拒绝在乌克兰建立禁飞区 泽连斯基强力谴责 不仅谴责 泽连斯基痛批北约峰会是个软弱的峰会 表示北约拒绝设立禁飞区将会给乌克兰带来更多的轰炸 此外 普京还表示 对俄罗斯的制裁等同于宣战 但是俄方现在还没有开始反制 在航空领域对俄实施制裁的国家将自食器过 值得一提的是 俄乌二轮会谈已经结束 当地时间3月5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俄罗斯还在等待乌方关于俄乌第三轮会谈的答复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当地时间3月5日表示 可能会在土耳其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